大家大概知道舊金山是全球科技上最先進的地方 因為矽谷在那裡 所以很多新推出來的服務 科技往前推的服務 大概都可能會從那邊來做一個開始這樣子 包括無就是自駕的計程車 Self-driving car變成了Taxi 他就變成了Self-driving taxi 結果就有人去搭這個計程車 那他想反正前面沒有駕駛在開車 他就在車上發生了色色的事情 好酷 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英文一起讀 我們來看一下New York Post的報導 Robotaxis being used for no boundaries sex in San Francisco The windshield was fogged over 所以他叫他Robotaxi 就是Robot這個字加上Taxi這個字 就是自駕計程車 所以他被用來當作是一個毫無界限的一種 打炮的一個地方之類的 No boundary boundary就是界限這樣子 那你上去了之後就開始打炮這樣子 他所謂No boundary是不是他根本沒射 他的目的地是哪裡 我不曉得 我們往下看才知道 其實我沒有先看這報導 那他後來繼續說的是The windshield was fogged over 這個Winshield是什麼 所以這個詞叫做Win的是風嗎你知道 Shield就是盾牌之類的 所以Winshield合在一起就是擋風玻璃 那你知道你要是車陣過的話 你就知道擋風玻璃跟四面的玻璃一定都是被整個霧氣都 也不一定你要車陣過你看電影影集大概也看過吧 所以因為體溫滿然後就會把整個車弄的都是霧這樣子 所以你要是經過一個車然後看他全部都是霧的話 看不到裡面八層裡面有人在射射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就往下看看有沒有什麼值得學的一些英文 好他這裡說的是 好所以他這裡有講到Driverless cars 這沒問題 就自駕車Self driving cars OK的 所以他們用這個在那上面 have sex while they travel to their destinations 所以的確他們在到達目的地的路程上就發生了這樣子 OK好所以他這邊講了 Several clients of the cruise robotaxi start-up told the San Francisco Standard that they have had several sexual experiences while hitching a ride in the tech company's autonomous vehicles that have grown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the city by the bay 好所以他這裡說好幾個客人都有跟這個報紙分享過這些故事 所以這邊有個新創公司start-up 所以有個新創公司叫做Cruise Robotaxi 好那他們有好幾次的sexual experiences 當他們在hitch a ride的時候 所以一般來說hitch hitch a ride 或者hitchhike 這兩個字大概就是會走在一起 hitchhike就是在路邊搭便車 那還要把拇指伸起來 如果你看過電影一集的話 我好像也做過一集講這個的 所以搭便車 那這個搭便車在某些美國的州甚至是違法的 在台灣好像沒有搭便車這回事 因為叫計程車那麼容易或者叫白排車之類的 可是hitchhike在美國 就以前還是非常 有的時候人家沒有錢旅行 所以他就用這種方式來搭便車 通常也不太會收油錢就是 好anyway 所以他講說hitch a ride 大概就一樣的這個概念 只是他不會是免費的就是了 好 So it's really funny because the cruise got quite hot and fucked up to the point that the windshield was completely fucked over 所以就像剛說的他整個窗戶這些都fucked over 可是對那個車來說沒有差 他還是可以繼續開 OK 所以他這裡說 in any other context in any other vehicle that would be an actual problem 所以在其他的 這些 在其他的場景下 或在其他的車輛裡 你要是都是誤的話 那個駕駛怎麼開 不能開了 對不對 你不可能邊開車邊打炮 對不對 可是在他們的這個服務裡是沒差的 因為他因為車子也不靠擋風玻璃 能夠看得透才能夠開 他反正是靠sensor來開車 所以他一邊開一邊整個都是武器 沒差這樣子 OK 所以這邊有一個人叫Alex 30幾歲的人 told the publication that he estimates he has performed at least six separate sex acts spread out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different rides in a cruise car 所以這個人說 他說他估計了一下 他總共有過六次不同的打炮體驗 那是分開在三個不同的rides 這個怎麼分的 我就覺得很有趣 他一次ride 有兩次性經驗 或者其中一次有五次 另外兩次沒有 或之類的 I don't know anyway 所以他認為這個rump range from make-out sessions to fall on sacks no boundaries activities OK 所以這個rump這個字其實也有做那件事情的意思 OK R-O-N-P OK so he said the rumps range from something to something 所以這個range from 這個make-out session 其實就在裡面輕了一下 好 輕輕抱抱都可以叫make-out 不見得一定要插入這樣子 那這裡講的fall on sacks 也就是真正的真槍實彈做了這樣子 OK 然後沒有什麼界線的概念 所以這個no boundaries 其實是用在這裡 所以用在他 所以他們在裡面做的事情 沒什麼界線的 OK I mean there's no one to tell you you can't do that 所以沒有人告訴你說 欸不可以車裡打炮我 所以可能是公司還沒有下一個界定 說車裡不能打炮 OK 他繼續又說了 it gets to the point where you are more and more and more comfortable and if you're with someone like a more serious partner it can escalate to other activities 這個get to the point什麼什麼之類的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片語 我們這裡稍微講一下下 OK 所以to the point where 或that也下去 OK前面不一定是get這樣子 例如說我 這個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你對某一件事情是 如此的如何如何 然後以至於到了 到了某個程度 那到那個程度 你就你就又更怎麼樣怎麼樣 我這個中文講的亂七八糟 我們馬上舉例子來說好了 OK 例如說 假設我非常討厭一種食物 OK 所以我討厭這個食物 討厭到一個程度 以至於 我連聞到它的味道都會想吐 好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做一個什麼什麼動作 到了某種程度 多麼的劇烈 以至於會怎樣怎樣 討厭某個食物 我討厭到一個點 以至於我連聞到味道都想吐 所以我把它翻成英文 因為我不吃肉 所以假設我連聞到肉味都想吐 其實沒那麼嚴重 但假設有啦 So I don't like I don't eat meat So I hate meat to the point where when I smell meat I feel like vomiting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OK 所以to the point 到什麼點 到了哪個份上 然後以至於會怎樣 所以我們回來看他剛剛這裡說 It gets to the point 所以就是在車上舒服到一個程度 It gets to the point where you are more comfortable 然後如果你跟一個比較 比較serious的partner在一起 假設你的未婚妻或之類的話 那你們就會覺得在車上幹嘛都可以 OK So if you're with someone like a more serious partner It can escalate to other activities 他就能夠去升級到其他的一些活動 我覺得他裡面話有一些玄機 什麼活動我真的是不知道 說實在說不定是多人或幹嘛 這些也不一定 所以他有一個詞叫escalate 就是有升高的概念 所以有時候像例如說台海局勢 緊張的情勢升高了 我們可以用escalate這個字 這算是一個蠻常見的一個動詞 所以他就說他自己他覺得他像是個拓荒者一樣 因為他算是比較早開始做這件事情的人 所以他就說 It seems like I'm a trailblazer 所以這麼一個字叫 trail這個字就是 就是像我們講說腳踏車步道啦 健康散步步道啊 這些這個步道的概念就是trail 所以mountain trail bike trail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字 那加一個blaze blaze其實有火焰之類的意思 所以你假設今天長了一堆野草 然後你用某種方式燒出了一條路來 開路了 所以我們講說拓開 就是拓荒開路 我們就叫他trailblaze trailblazer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NBA有個球隊就叫做拓荒者隊 波蘭的拓荒者隊 Portland trailblazer ok trailblazer 好所以這個ok 所以他覺得他像是個 trailblazer一樣 所以這兩個字可能因為太常走在一起 寫成一個字也是ok的嗎 我這裡不行 但是報紙上寫的是可以的 trailblazer ok 好所以 這基本上是 在美國這是第一個可以這麼做的地方 San Francisco是第一個能夠這麼做的地方 如果說他把這個 robotaxi 擴展到其他的都市或者省州的話 那就擴展出去了 but this is the first place so it's also fun to realize that this is like the first place you can do this in the country and the first autonomous vehicles that exist 所以這是第一批出現的這一個自駕車這樣子 ok 好然後至於這個公司的發言人也說了一下 we're working hard to make sure our service is safe clean and open to everyone and writers agree to do their part when they sign up to use our service 所以他對這個行為好像是並沒有說太 再往下看 our community rules and terms of service detail what's prohibited while on a trip and we will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against anyone who violates those guidelines 所以我們有時候常會說 啊你這個就是一些服務的條款或什麼這些的 所以這邊就有講了terms of service這樣子的一個 常見的騙語 所以他們是有寫他們禁止某些行為 所以他們會採取一些行動來去對付他們 那到底這句話說的是禁不禁止呢 我們現在看不出來 所以說他算取得了一個說法 目前看起來 我們讀到這裡看起來是不知道他們到底禁不禁止的這樣子 他們只說如果有人違反我們的規則 我們一定會採取行動 那到底車上打炮有沒有違反 其實我們還不知道 ok好所以 呃 好所以這邊也說 公司裡面的這個公司的車啊 裡面是有攝影機的 那這個攝影機只有在某些狀況下會打開 也就是說你打炮的這個狀況到底會不會被錄下來 這裡就有寫了 所以 the company activates a camera only in cases of mishaps involving safety vehicle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purposes 這三個 so in case of第一個 mishap mishap其實就是一些緊急發生的不對的事情 這個mishap 這個hab就可以被理解為happen mishap 沒有那個字這樣 mishaps 那這個mishap包括了像例如說安全上的憂慮 safety 你在車上打炮似乎沒有 vehicle maintenance maintenance這個字很多人會唸成maintainance 不對 maintenance 就是車輛需要維修的時候 那camera會打開 以及需要支援的時候support purposes 那這三個似乎都沒有 OK似乎都沒有這樣子 好 然後這些駕駛人 不是駕駛人 就乘客是會被通知的 如果公司要開camera的時候 他會告知你說 欸 因為現在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們要打開攝影機囉 所以你會被通知 那似乎現在看起來都沒有的樣子 OK 好 所以再往下看似乎 我這樣撇一眼好像真的是沒差的這樣 哇 甚至有人 有個女生穿了那個和服上去這樣子 所以他沒穿內衣 然後還穿著這個 KIMONO KIMONO就是日本和服這樣子 然後上去之後好像就很方便的樣子 好 所以這報導似乎走到這裡 下面還有 但是我覺得時間差不多 我不想再看下去了 但你覺得很有趣嗎 你會不會希望台灣有這樣的服務 因為台灣這種氣旅的這個prevalence 或者反正就是休息地方這麼多 我們台灣在街上走一走看看 就會喔 休息三小時多少錢什麼之類對不對 就表示其實台灣人很愛打炮 很有這個需求 這個需求肯定存在 如果今天有這麼一個自駕車 可以讓你在上面直接打炮 會不會有人為了省錢 就直接在那邊做個taxi 例如說我們到淡水去玩 所以你從台北上車 然後到淡水的路上 你就已經把炮打完了 然後到了淡水 你就可以下車走一些淡水的行程 多好啊 然後等到從淡水要回來的時候 說不定你可以再打一炮 I don't know Sounds like a fun trip to me OK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